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或什么样的情形的话 那时候就没办法想 我就只能呆坐在电梯的地板上 陈小姐心有余悸地表示 当时从家里十楼要准备出门 电梯到九楼时突然产生巨大晃动 警报器陆续响起 电梯又回到十楼 仅次晃动后到十一楼卡住 受困半个小时 过程中按电梯里的求救灵都是无效的 因为我在这边住了大概四年 在社区住了大概四年 我自己就被关了第二次了 好在女子受困电梯时 没有上升或下降 平安被走出 而电梯处状况 不只国内时常发生 国外也屡见不鲜 智利一名男子进入电梯后 门都还没关上 电梯竟突然失控向上保重 电梯门还关了又开 男子大力拍打按键 按下所有楼层 电梯不停 最后撞破三十一层楼的屋顶 头部受伤送以治疗 日上电梯故障悬挂半空 就算顺利获救 但惊吓心情确实难以瞬间披复 三顺林朱华张 喜闻基隆 唱不倒